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兰 今天去探险一个山洞 山洞丢在那边 看一下我们这里的这个 山边这些公路有一些恐怖吧 开小车过这里 估计没走山路的人 看到这样子都有些可怕 看一下上面这些石头要掉不掉的 它是挖开这里的石头 然后路是往这边 并不是一次的把它打完 然后上面看着石头非常恐怖 过这里我都有一些可怕 反正站在这里都感觉发抖 我们赶路吧 这一条路估计是我们这个地方最危险的一条路了 它是全是挖开这个路边这个石头 然后下面是悬崖 这是半山腰这里 只能动路大车过不了 大车一过的话 那个油门一轰震动太大的话 可能上面这些石头就会掉下来了 我们还是过去看山洞吧 看一下就是这个山洞 洞口非常的小 我也很好奇到里面去看一下 里面会不会是非常宽 或者是有什么别的宝物 或者是有什么别的东西之类 或者是有什么别的东西之类 那就更加好 走吧 看刚好穿进去才行 哇发现里面非常的宽 会不会有宝物在里面 这里就发现一床这个蚊帐 什么情况啊 看一下 这里有蚊帐 里面好多棕卵石 里面就非常的宽了 人就可以站起来了 哇 这个山洞外面小里面大 这个地方好像 这个棕卵石好像被人家拿走过 有一半被拿走了 这个山洞不错 哇 这里有一个盛坑 看一下深不深些 哇 哇好深啊 这个山洞可能有十米上 这个山洞有一点点危险啊 现在里面还宽 我们走到里面去看一下 这种山洞 什么不怕就是怕有蛇 希望今天不要遇到 这个深坑如果掉下去就麻烦了 看一下这个山洞 掉下来了好多石头 不知道里面还有多深 不知道里面还有多深 哇上面金光闪闪的 是不是保湿啊 太高了 如果矮一点的话 我就上去取下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些石头 金光闪闪的 是保湿还是金子 粘在那里的 有点像 有点像 到这里就越来越窄了 哇上面石头 这里重感是越来越多了 看一下这个像是什么东西 哇这里又有一个很深的深坑 哇这里又有一个很深的深坑 下不是很大 哎呦深的不见底啊 这是自己塌下去的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深坑有多深 也不知道底在哪里 看一下这边现在又有这个金光闪闪的 看一下这边现在又有这个金光闪闪的 应该是保湿了 好现在里面没有去路了 就不走进去了 像这些 啊它是闪闪发光的这些东西 到底是什么形成的 看会不会是这些像 大家说的好像是有镜子粘在这个石头这里 它什么形成的搞不懂 这个山洞不深 这里又有一个深坑 似乎有一些危险这个山洞里面 在这里面久了感觉 心里面有些恐慌就出去了 因为这些坑它自己会陷下去 有我都发现三四个了 里面有这里也有外面那里也有 走快走快 这个山洞 这里一个坑太可怕了 哦 这里又有一个这个洞进去 哇 这个洞也是蛮宽的 哎呦 还好没进去 这里面有一条蛇 哎呦 不知道什么蛇 等一下我把摄像机 拉近了过去看一下 哇 要是进去的话就麻烦了 因为这个洞就比较矮 它在那里一动不动的 大家看一下 有点像是这个五步蛇 它的尾部是红色的 哦 太可怕了 这个山洞 它现在又动了 这个五步蛇 它的头部 尾部是有一点发红的 身上有一点滑 哇 哎呦 现在它 把头抬起来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看一下 就在那个地方 哇 哇 刚才 它动了 好像是看着手电 它就往手电这里跑 所以刚才也没有拍 直接跑出来了 太恐怖了 那现在就回去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